印尼的兩個羽球賽事 在6月19號 印尼公開賽結束後 畫下句點 現在就來總結一下 火辣男孩們的表現 男子單打項目 球王安賽龍 展現了全面的載制力 連續奪冠 而在印尼公開賽 眾所矚目的 安賽龍大戰李子佳 果然也沒有令觀眾失望 他們激戰三局 最後雖然由安賽龍勝出 但是他贏得並不輕鬆 可見李子佳絕對是 安賽龍目前最棘手的對手 而世界冠軍洛建佑的表現 也很出色 雖然他在印尼大師賽 和印尼公開賽 分別敗給周天成與李子佳 但兩場比賽 他都打出了精彩的對戰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 這兩場比賽 洛建佑都在第三局的 最後幾個關鍵分 因為自己的失誤 而錯失贏球的機會 所以他如何在面對緊繃的比分時 讓自己更穩定 是他能否繼續更上一層樓的關鍵 而印尼觀眾的熱情 讓原本就很可愛的洛建佑 變得更可愛 也讓原本酷酷的周天成變得可愛 兩個人在場上可愛的互動 讓他們在印尼圈了一大票粉絲 男子雙打部分 如同先前這支影片裡所分析的 就是呈現一個大亂鬥的局勢 哪一隊組合能夠殺出成為 成為新的霸主 值得期待 謝謝你的收看 下支影片再見